日前花蓮县政府特地召开了禁止使用生鸡粪作为田间施肥的相关会议 未来会辅导农民改以采用辅熟鸡粪或者是其他的有机肥料 同时还会加强取缔 没有经过申请的生鸡粪进入花蓮县 就像是没有符合规定的车辆 一律要预退运 而且还要移情主管机关依法开罚 花蓮西瓜在外县市是具有知名度的农产品 但目前花蓮县政府召开相关农业会议 希望减缓农友对于更改更做的习惯 以往有些农民会使用生鸡粪来种植 造成了环境上的卫生问题 未来也将限制生鸡粪进入花蓮 农民也表示愿意配合政府的政策 但是希望政府能够统一制作 让农民来申请才是解决的办法 这个条例的东西我们农民当然是不是很了解 所以你会不会希望农业树他们出来 就是跟西瓜农来做一个说明 上远分测下有对测 看他们怎么处理我们也只能配合不然怎么做 不希望让他们为难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 我有一年我们在追肥环保局来 因为我们我们离环保局最近 我就追路边从我开刀 我还没有挖洞 我已经工人准备好洞挖好 我放下去 我还没有掩埋 他说我没有掩埋 并且在会议后决议 未来花蓮县政府将禁止使用生鸡粪作为田间施肥 该以腐熟的鸡粪或有机肥料 之后也将加强取缔 未经申请的生鸡粪进入花蓮县 记者林杰双方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Марock ゴ preaching